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双肩论股YouTube Channel 我们来看看这几只股 这些都是 我的YouTube Channel的Member所问的股 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向我问股的话呢 可以去我的Channel里面按这个Joy Button 请我喝杯咖啡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横圆 呃 同样的Laguiger 我们来讲一些指标先 右手这边是筹码峰 或者是我叫他做沃伦伯伯伯 底下这个是RSI14天 这个黑线呢 这条黑线呢是200天的均线 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线 这条黑线 紫线 跟这个蓝线 这些我都是叫他叫做筹码的主力线 呀 嗯 这些线是拿来做 看这些筹码的走势 跟判断这个 支撑跟主力线 我们来看肥这个横圆 他今天很惨 大跌超过8% 看肥图 顶上套牢盘一大堆 他今天呢 其实是跌破了我之前画的这个支撑线 就是这条 用纸线画出来今天跌破了哦 又也是这条黑色线看的吗 赖的跌破了 跌破了这个 这些支撑线呢 老实说要跑命的啊 要跑命的 如果没有跑到的话 没有办法 就要看这条线了 200天均线 4块半 你看 如果再一次的跌破 这个200天均线 这个真的是要卖出去了啊 真的先卖出去 这个时候肯定也是不可以去借刀的 看到吗 很假的很多 很多人很恐慌的卖给你 呀 踏捞盘一大堆 支撑盘在底下 相对的是少很多 200天均线 就是它的关键 踏破200天均线 就要考虑把它卖出去 如果你 要追的话 也不要追了 就看一下这个200天均线 有没有机会 弹上去 如果在200天均线 弹上去的话 这个老实说是一个 买入讯号 就要看这个200天均线 踏破 卖出去 实在回省 买入 但是这个只是做反弹罢了 因为套牢盘真是太多了 ok 这个是很远 下一个 ecomap ecomap很油 一直往上涨 看到吧 可以看到它这边的筹码呢 在底部 很多的 这些都是它的支撑盘 支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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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往上涨 这边 蓝线跟紫线都是很多 在这边 可以看到 要注意事情就是说 紫色线也是跟着股价 涨上去了 它就形成这些小小的筹码缝 嗯 它肯定是一个牛股 问题是 要不要追 呀 所以如果你已经是持股的话 当然就继续hold住了 什么东西都不要做 看一下它几十位 开始 回调 右车的时候 还把它抹出去 如果你打算追的话呢 我会建议呢 回调买上涨吧 看它几十位回来的时候 出现一个 指甲肥神清测蜡烛 这个呢 才是一些安全的买点 ok 所以就是看这样子来看 如果已经持股的话 最后它又转回来 更加是depot这个0.8 0.6 8的话呢 这个肯定是一个买出型了 ok 这个就是ecomap 另外一个 买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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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从这边底部就弹上去 呀 呃 就是说 我还是认为 不要去追 因为它还是很靠近这个 嗯 阻力线 这条线0.814 顶上一大堆套牢盘 很多人等着要解套 200天均线正在压住它 这个肯定是 不是应该去追的一些讯号 我之前讲过 吊追的话 就要等它回调买上涨 呀 这样它其实会回调买上涨呢 就是说 它 在 形成第二只脚 HIGHERLOW的时候 就是一个安全的买点 啊 嗯 从它支撑现在里呢 之前先是这条 0.76 呀 现在价钱是0.80 就看一下这个0.76 有没有机会 回调买上涨形成第二只脚的时候 弹上去的时候 就买路 这个也是不要去追啊 因为顶上套牢盘真的是很多 很容易被套的 啊 ok 头马峰 这边 有了 你唯一追的机会呢 就是它突破这个头马峰 也就是0.82的时候 才可以追 不然的话 就等它回调 0.76 也没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的话 就买在0.76 接破0.76 这个就是肯定是一个卖出讯号 ok 0.82 突破 马路机会 接破0.76 买出去 0.76 0.76 里面直接回升 回调买上涨 都富 都富 还是没有办法突破这个200天均线 啊 我记得 曾经讲过 他没有突破的话 就回调 如果再接破这个poc 就是要跑命啊 他今天就是接破了啊 这个poc是2块8 现在是2块7毛1 之前就接破了 如果没有跑到 这个 就 有办法了 就要看这条线了 这条线就是2.66 现在就看他2.66 这条线 可以不可以守住 这条线就是对应这个蓝色 sat的筹码 抹出来的 接破2.66 肯定就是要抹出去 可以追吗 啊同样的 如果他有机会弹上去 2.80 也就是涨回去这个poc 这个就是一个 马路机会 更加安全的话 我是说我还是比分他突破这个3块钱的时候 站上去这个200天均线 站上去这些全部筹码缝 这个位是一个更加安全的买点 但是首先他是要突破站上去咯 他会不会突破上去 不知道 他曾经试了几次 都是没有能力站上去 所以3块钱就是他的主力线 再破2块6 2块7 就是卖出讯号 这个就是都夫 siccom siccom 呃 可以看到了 他的股价正在去挑战这个200天均线 顶上一大堆他老板 压住他 他一定要站上去这个200天均线的时候 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200天均线是1.0 1.105 差不多现在价钱啊 很接近了啊 差5分钱罢了 呃 poc就是这个1.16 1.05 就是他的这个200天均线 1.105 呀 呃 so也是相差不远的 我觉得如果要安全的话 他一定要站上去这个呃 200天均线 如果他再站上去 再站上去这个poc 也就是1.16 这个是一个更加好的满路点 因为他站上去之后 这边全部都是他直升盘 so现在就看他 1.16 这个poc 跟这个两排的均线1.105 啊 参加参加也没有机会 没有站上去200天均线 基本上都不要都不用理他 pbplastic 这支股也是很惨 顶上一大堆套劳盘 股价已经是 呃 在这个200天均线上面 看到吗 这边很多这个套劳盘 在住他 好 现在呢 他就是在这个poc里面 守住 这poc也就是他现在加1.38 啊 这个要看清楚来 tepoc的话肯定就是一个购书信号 啦 他就算有能力站上去的话 顶上一大堆套劳盘 也是很难 继续发展 所以如果真的是要操作的话 一定要等他站上去这个200天均线 也就是1.45 的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没有站上去1.45 基本上都不用考虑 这个就是pbplastic 如果你已经持有股的话呢 就小心啊 tepoc这个 大概是1.30的时候 就可能要逃避的 最后一个lohass technic 呀 这只股 看到了咯 很多这些蓝线黑线 然后纸线在压住他 一大堆套劳盘 形势是非常惨的 这个肯定是不可以去追的啊 而且他之前又是tepoc这个200天均线 非常差的这个图形 现在呢 暂时小小的一个支撑 顶住下就是0.265 半分钱罢了啦 现在0.27 tepoc这个0.265的话 肯定也是要跑命的呀 但是这肯定是不可以追 因为太多他老盘娘的吗 这边 不要去追 又tepoc200天均线 更加不可以去追 就要看看就好了啊 tepoc0.265肯定就是一个 卖出讯号 ok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讲的不错的话 就去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 也给我的你的意见 呀 现在很多人都没有给意见的 给我知道下 你喜欢这种分析吗 不然的话 我就讲少一点 真的要给我知道下啊 呃 当然 如果你觉得ok的话 就继续我的这个 呃 频道 加入这个频道 免费的 加入这个频道 然后你就一少 你就会收到我很多这些 呃 alert 你呀 alert ok 当然如果你觉得 有帮你赚到钱 要鼓励的话 你可以参加我的members 只是需要 去我的youtube channel里面 按这个joy button 请我喝杯咖啡就可以了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买卖意见 谢谢大家